在新型冠状病毒之后 所导致到新管令 已经让整个企业的基本经营模式 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 而居家工作也变成了一个企业的新常态 很多的员工就在家里办公 那么通过一些远程的一种方式 与公司所有的职员进行这些会议 其实远程工作的话 或者我们叫做远距离工作的一种方式 也是未来企业可能要考量一个很重要的经营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今天公司是把分公司分布在全球各地 都有这个设定这个点的话 也就是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员工其实是要跟全球的职员 来进行这些会议来探讨 甚至彼此间一起合作来共创一些计划 那么好了 那么今天在远距离的一种合作计划之下 那么我们要如何能够做得更好 以便能够产生一定的效益 那么当然了 我们说了 当今天要进行远距的员工合作模式的话 最主要就是 员工本身在这一个远距离的一种探讨模式 或者甚至是分享或者是会议当中 每一个人心里 一定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真实的沟通案例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不能够因为在虚拟环境底下 而觉得它是一个假的一个环境 在虚拟环境的一个会议同时 我们一定要将每一个职员 每一个同事 当成是活生生的例子 就像他坐在我们面前一样 跟我们在聊着前 在沟通着 所以在整个虚拟的一个会议当中 不可以错缺的就是 加强彼此间的一个沟通了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经常进行交流 进行沟通 进行协商 那么以便彼此能够了解大家心里里面想些什么 也能够从中提出更多好的一个点子 我们都发现到 很多人通过这个虚拟的环境底下 可能感觉到有点不自在 有很多的意见可能在提出的当儿 会觉得好像是 因为人嘛 就在这个电脑面前 会显得比较冷冰冰的 所以在这个电脑面前 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先建立一个心理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设 也就是把每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 跟你进行会议的一些同事 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坐在你面前 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就能够让我们本身的合作更加的紧密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沟通的频率 以便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点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在远距离的一个会议合作情况底下 我们也必须要顾及对方所处于的一个点 也就是如果今天我们需要跟一些 可能处于美国的一些伙伴 或者美国的这些同事进行会议 我们处于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时间点不一样的话 我们必须要彼此之间的做成一个协调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懂得彼此的迁就 设定一个适合大家能够会面 能够真正开会的一个时段 我们都知道 今天我们的在这里是上午 可能美国就是晚上了 所以我们怎么设定一个点 那彼此之间都会觉得比较舒适 能够从中能够进行这个会议 以便进行商讨 我们绝对不能够只是站在其中一方来做这个考量 要不然的话就好像看球赛一样 我们必须要在半夜里头起床 去看那场球赛 今天在工作的当儿 我们都知道 人必须要集中自己本身的精神 去把一样东西给做好 所以选择适当的时间点 来进行这些合作会谈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那么当然了 除此之外呢 在整个远距离的一个合作情况底下呢 我们可以结合虚拟和真实的一个情况 让彼此之间的一个合作呢 更为紧密 也能够让彼此的关系呢 更为亲密 怎么做法呢 也就是呢 大部分时间也许需要进行的是虚拟的工作环境 但是面对面的一个会谈呢 其实也无法去避免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懂得去安排 以面对面的一个实际模式呢 来进行这个会谈 那么呢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也许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虚拟会议 最重要就是呢 我们讲的虚拟和真实之间呢 是需要彼此的配合 以便彼此之间呢 能够建立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关系 那当然呢 要把远距离的合作模式做得好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就是公司里头 一定要拥有这个虚拟的会议模式的一个环境 也就是呢 我们是否有鼓励这样子的一个虚拟模式呢 而在公司里面去运作去运行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今天公司呢 必须要懂得准备一些 我们想的虚拟的一个工具 包括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进行这个会议的一个商讨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让大家都能够与居家工作 或者在公司里头 进行一些虚拟的一个模式呢 以便彼此之间呢 会觉得在整个虚拟的会议 虚拟的商谈的情况底下呢 会显得自在 会显得舒服 当然了 公司呢 也必须要给予员工的一个信任 尤其是居家工作的员工啊 我们本身呢 就不要限定他们 哎呀 几点上班 几点下班 总而言之呢 我们就是需要他 在那个时候 有进行会谈 有进行会议的时候呢 他准时出席就行了 我们当然也不用是限定 员工本身要如何去工作 那么今天居家工作呢 绝对要提供员工足够的自由 让他们自由去发挥 自行去安排 当然 对于员工来说 他们本身就必须要懂得提高本身的自律性了 所以呢 在没有一个监管的情况底下 人是否能够真正的把本身需要做的事情给做好的话呢 这个就得靠自己本身 你有没有真正的将自己本身应该要做的事情规划好 有没有将要完成的事情呢 一期的去完成 以便呢 不需要在追逐的情况底下 还是能够把工作给完成的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彼此间拥有一个信任 也就是 员工在居家工作的情况呢 他相信上司给予他本身的一个自由 那么当然上司呢 也给予这个家属呢 足够的这个空间和自由呢 去完成自己本身要做的事情 这些都是在居家工作 远距工作里面呢 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 所以说呢 这个远距的合作模式呢 也许会成为未来一个趋势 其实有很多公司呢 现在开始都已经考量了 是否要将大部分的一个业务呢 转为这个虚拟的模式来进行这个合作 毕竟啊 在过去半年之间 美国已经有46%的一个工作环境了 已经是属于这个 在居家环境了 属于这个虚拟的工作模式了 尤其是你可以看看一些大公司 包括谷歌啊 他们本身都是一个 我们讲的跨国集团嘛 如果今天一定要每一个员工 都坐下来开会的话呢 那也许就会拖慢了公司的一个进展 所以虚拟工作环境 也许会变成未来的一个趋势 今天你的企业是否也考量说 尤其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打击之下呢 是否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转型模式呢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考量的